不久前,曾带我们一窥奇怪的海底洞穴的科研团队,这次又带我们潜入深海之中,探寻新的神秘生物,一种蓝色黏液,来自美国国家海洋级大气总署NOAA的欧奎阿诺斯探索号Oakinos Explorer团队,在最近的一次考察中,于大西洋内观察到了一种未知且古怪的海洋生物样本。 这个蓝色黏液,Blue Goo,动物曾多次在圣克罗伊岛的外海被看见,但是却难倒了科学家,他们认为它可能是软珊瑚,也可能是海绵,又或者是海峭,但绝对不是石头。 Oakinos Explorer团队于9月8号在推特上写道,这个生物的颜色像是旧的牛仔布,并且看似有块状物遍布其表面,它就如同小精灵吃斗人中的蓝幽灵,阴体,不过是海底版本的, 而从遥控潜水器观察到的另一个样本中,比起幽灵,它看起来更像是个水坑。 关于这个小生命到底是什么,研究团队提出了几个想法,例如软珊瑚,就如同其名字所示,它们有着柔软的身体,或是海绵,能够透过其多孔的身躯,使海水渗入体内以获取食物。 又如被囊动物海峭,是一种海洋无脊椎动物。 推特影片里的其中一个旁白表示,除非能收集到并且调查这个动物的样本,或者有珊瑚专家能够仔细解释它,否则,这个生物的真实面貌将永远沉迷。 欧奎·阿诺斯探索号正在对大西洋大面积未经勘察的深海区域进行调查,以绘制海底地图,并研究其地质学及野生生物,能够发掘出那些居住于深海中。 对人来说,却未知且神秘的动物,其实是调查过程中的额外收获。 然而,这也让我们意识到,关于这辽阔的海洋,仍旧有许多我们需要学习的地方。